烤盤上肉片滋滋作響 在高溫中逼出五栋油脂 浓郁肉香扑鼻而来 光是闻到这香味 就让人口血直流 这边帮你们上一下 日本松露和牛 雪白油花均匀分布在鲜红纹理中 一上烤网温度迅速渗进纤维里 绕上微焦色泽 因为日本和牛的溶点比较低 所以在做烧烤的时候 那个时间跟温度精准的掌握 是非常重要的 用接近300度高温锁住肉汁 淋上蛋黄特调的独门松露酱 葱香浓郁 蛋汁滑口 松露香味跟油脂混合 化作入口即化的滋味 这里主打的就是日本空运和牛 顺着纹理仔细去除筋膜 这高宫至少得炼上半年 整块重达6公斤的和牛原肉 不仅冷冻价格高了两成 但更能留住肉本身风味 像冷藏肉的话 它的肉的甜味也比较能够保留在里面 它都没有经过冷冻 肉的纤维里面没有做过冰镜的结果 这样子 处理过程像跟时间赛跑 手起刀落精准分切 藏在大肉中的里基牛小排 是许多掏客热爱的精华部位 整块表面烤熟 剪开让热度均匀熟成 牛小排沾点玫瑰盐 咸味更欠出油脂鲜甜 当然还有这一道也不能错过 厚度超过两公分 超狂的牛排级厚切牛舌 网格状雕花更能均匀受热 吃起来带点Q脆 肉质饱满弹牙 蛮好吃的 就蛮甜的 为了让烧肉吃出更多创意 店里还主打双主厨 一人专门负责肉品 另一个则是精致日本料理达人 端出各种功夫好料 整块和牛小排切成肉末 不用机器 全程手切 让纤维保留完整 口感会更好 跟洋葱 鸡蛋 葱花一起搅拌 生牛肉包在烤过的海苔里 整块筋活海胆盖上去 用量毫不手软 顶级山针寒味激荡出完美火花 生牛肉手卷豪迈的大口咬下 酥脆海苔包裹着滑嫩和牛 爆出海味鲜香揭开序幕 刚挖开的生蚝闪闪发亮 旁边两只超大号霸王肥猪虾 在温度催化下转为诱人鲜红 这里主打高档食材 就是要让人吃好吃满 像我们的肉品主要都是从日本 澳洲这个原产地空运过来的 那海鲜的部分 像我们刚刚有使用到的生蚝的部分 也是跟日本的厂商 直接定制空运而来 对料理很有想法的张宣豪 188公分的高壮身材 过去他其实是个职业军人 担任陆军仪队威风伶俐 十年前满怀喜悦 准备升级当爸爸 没想到宝宝染色体异常 为了陪伴在悲痛的太太身边 他选择退役 跟军中同袍一起创业 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各种挑战接踵而来 不只资金筹措困难 还要面对家人质疑声浪 就连店里的人手都找不起 师傅在开幕的前夕就被挖走 所以其实在比较匆忙的情况下 其实我自己就硬着头皮 先进内场 那可能也是因为我有军人的性格吧 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任务 那就无论如何就是要完成 过去可以说是料理门外汗 张宣豪咬紧牙关 从基本功开始练起 在厨房里什么都要亲力亲为 从头学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帮好兄弟就这样站稳脚步 好滋味渐渐一传十十传百 鸡蛋 泡菜 豆芽搭配肉片 在石锅中火热喷香 店里除了烧肉也主打手作料理 每半年更新一次菜单 针对熟客推出客制化服务 他们会提出他们所喜欢的海鲜 或者是肉品的部位或口感 那我们会针对它的需求 先去开出一份菜单 原汁原味的日式风情充斥在店里 每一个角落 张宣豪跟同袍兄弟 从职业军人跨航餐饮 就像烧肉经过高温淬炼 他们在逆境中十年磨一剑 磨出不屈不挠的人生百味